板橋區公所的同仁 錦霄以及李明 來到板橋福州運動公園進行年度的防災演練 模擬地震發生時疏散災民到公園避難的情形 包括傷患的緊急處理 後續的送醫急救 以及物資的發放 讓各個單位確實演練防災步驟 特別的是 這次防災演練也有國小學童參加 志工們透過陪伴小朋友玩遊戲 來安撫他們面臨地震時的害怕情緒 現場還有設置家庭以及個人帳篷 提供災民暫時棄生的地方 板橋區公所副區長陳軍瑞表示 透過萬全的準備 才能在災害來臨時 保護市民的安全 那我們的演練項目呢 有包含整個災民的一個收容 以及醫療 照護 以及衛生 物資的物資 以及呢 安置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相關的演練 我想整個演練的主要目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萬全的準備 以免災害來臨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馬上能夠即時的 能夠收容我們相關的一個災民 短短半小時的演練 順利完成 因應未來地震來襲時 希望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